一個法國的鏡頭商 拿一個米坑的古墨要來賣給我 他拿一份資料 說德國 法國 經過三四年的實驗 用一百隻鴨子 用熟的米 跟生的米給他吃 拿給表現看 後來用有加米糠的米去煮熟跟生的給他吃 拿給比較健康 他發現到 有用米糠的生的給他吃 他會健康 他就去研究為什麼這些鴨子會比較健康 他發現到生稻米 尤其那個稻米那個殼 裡面的營養素怎樣 所有的骨裂裡面最高 但他唯一一個壞處 他不能夠存放 只要那個稻米一抹粉 大概十五天左右就怎樣 就壞掉 除非你要像我這樣冷凍 我做一次把它冷凍起來 我可以放一點都不會壞 所以這個東西變成不具市場的價值 因為你當然散展出來 阿曼不掉 好嗎 好嗎 好嗎